美国主要输油管道被黑客攻击导致中断后造成的汽油短缺引发了美国民众的担忧之后 美国部分地区的加油站外在5月12号时被拍到车辆排挤长队等候加油 数据显示 勒索软件的攻击耽误了每天约250万桶燃油运输 克隆尼尔输油管道从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的炼油厂延伸至中大西洋并覆盖美东南各州 供应短缺引发了美国东南部居民对燃油的恐慌性购买 在5月底阵亡将士纪念日的假期周末之前 加油站都出现了排长队和高油价现象 从佛罗里达州到弗吉尼亚州的加油站已经开始枯竭 加油站的价格继续上涨 自黑客关闭了美国最大的输油管道后 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6天 美国汽车协会表示 周三全国汽油平均价格升至美加轮3.00美元以上 为2014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拜登政府呼吁美国人不要在管道中断期间恐慌性购买燃油 并表示紧急购买只会加剧供应中断的情况 未协有网tainоко 最尽力回orsa 在